医院急门诊 民众拿快筛检体贸易排队 等着给医师判读 26号开始全民不现对象 只要快筛养 经医师评估可判定确诊 看诊管道 民众可选择在家试序 或是自行前往医院诊所卫生所 但注意不能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但如果医师或个人 对快筛结果有疑问 医师觉得有住院需求 或是快筛因但是有症状 人需要做PGR裁减 全国304家的社区筛检站 那我们现在都要转型成 这个诊断开药站 在这个刚开始实施的期间 我们是采用这个双轨制 只剩下一两层的需要做PGR 因应性政策上路 全台社区筛检站跟着转型 新北部立台北医院 只留一线做PGR 快筛扬判定诊四线道 再加开两线备用 原先长者小孩绿色通道则保留 过去人潮较多的台北松基设筛站 判定诊则加开到六线 至于北部三大车来速 也规划将车道减少 改成徒步进入 转型时间较费时 因此要延迟一两天才能完成 希望每一家都可以做到开药 不管是这个症状药 或者是抗疫病毒药 这个是中央会拨补给卫生局 那如果院所这边 或者是现在需要 我们就会直接拨补过来 那要看他占的这个服务量 CT值可能在26以上的人 在快筛上 他可能一开始就会是阴性的 然后过几天再塞 才确定说自己是阳性这样子 而且这也会造成说发病日 和快筛阳性的日期会不一样 会变成说一个延后确诊的状态 那这些人大概就是 每天在网上加个一两万 虽然快筛阳是从确诊 仍有医师担心的胃因胃阳问题 但是疫情正值高原期 加速看诊 尽早投药 才能降低染疫后重症 和死亡风险 欢迎新闻留意李嘉倩 新北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